明星收到的奇葩礼物 李荣浩在机场被迎面而来的粉丝送的礼物惊呆 秦霄贤跟观众互动时 直接被德语女孩整懵逼了 甚至粉丝将雷佳音做成抱枕 送给月云鹏时 小月月整个人瞬间不好了 送我雷佳音是什么意思 让你晚上抱着他睡 哎呀 我挺喜欢雷佳音那个 谢谢 谢谢 参加综艺时被问送雷佳音什么礼物时 小月月也是足够用心 给雷佳音还礼 我就给他送了一个清明上河图的十字秀 清明上河图的十字秀 好 更难 历史上秀出来的人 没有 哈哈哈哈 然而两人相遇时 小月月就开始质问 你十字秀秀了吗 我妈要秀 我妈要用毕生生命去秀 没有我给拦一拦 我怕我妈瞎 马家琪在典礼上 被粉丝送了三年模拟 瞬间绷不住了 是不是很惊讶 弟弟内心估计都无语了吧